现在介绍的是直线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用直线工具去画线 那你也可以画出分段的线 就选在这边右下角小箭头 按右键 然后勾选它 那就可以画出分段的线 那再来 底下还有这个Freehand 就是你可以这样随意画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箭头的工具 这箭头工具可以用 那你在用这个直线的时候 直线你常常会需要是 比如说垂直或者是水平 那它怎么画呢 你必须按着Shift键 按着Shift键 它就可以画出水平 或者是45度角 这个垂直的线 所以你可以用Shift键去按这个